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26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 Rod Rod Rod,谢谢 Edward Inge,谢谢 仙女,谢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咱们来看一组战役级别的信息 第一,一个废弃重型武器坟场 在俄罗斯境内比尔格鲁德州被发现 从图像上看 这里停靠了几百辆被击毁的俄罗斯坦克和步兵战车 考虑到比尔格鲁德州距离哈尔科夫很近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 俄军把从乌克兰北部战场回收的废钢铁拖到了这里 当然受限于各种因素 肯定还有大量被摧毁的俄军坦克和装甲车未能及时收回 从这些照片可以推测出 俄军自开战以来损失的重型作战武器的数量极为惊燃 怪不得老旧的T-62和T-54都被重新启用 另外,乌克兰段巴斯和赫尔松地区也都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而在那里被摧毁的车辆绝不可能路途遥远送到比尔格鲁德 所以,类似的翻场在俄罗斯境内的别处必然还存在两到三个 这么一想,俄军损失的坦克和其他作战装备的总数应该非常庞大 乌军公布的战果称,已经击毁俄军坦克2900辆,步兵战车5800辆 可信度还是极高的 根据福布斯的一篇报道所揭示 俄罗斯在最近9个月内在战场上花费了8200亿美元 是其年度政府预算的四分之一 如此沉重的负担,何况能源出口又遭到阻碍 他们撑不了多久了 第二,乌克兰士兵每天发射数以千计的炮弹 磨损问题迫使美国在波兰边境上设立维修点 为这些榴弹炮更换炮管 但是,这个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现在是越来越严重 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及其盟友提供的高科技大炮 每天向俄罗斯目标发射数千枚爆炸性炮弹 根据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称 这些武器在经过几个月的过度使用后正在磨损 或者在战斗中被损坏或摧毁 有几十门武器已经被带离战场进行维修 了解情况的官员说 在捐赠给基辅的大约350门西方制造的榴弹炮中 随时有三分之一处于停用状态 当乌军原线广泛装备的苏制榴弹炮开始缺乏弹药时 西方火炮给他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不单因为西方火炮更容易维护 更容易转移和展开 拥有更高的精确度 还因为西方伙伴手中储存的155毫米炮弹足够多 五角大楼已经向乌克兰发送了142门M777榴弹炮 足以装备大约8个银 但是现在对乌克兰和乌克兰的盟友来说 保持这些火炮的战斗力 已经变得与提供足够的弹药一样重要 更换一门长达20英尺 重达数千邦的火炮炮管 超出战场上士兵的能力 因此美军已经在波兰设立了一个维修设施 在波兰维修武器的努力 是在最近几个月开始的 美国欧洲司令部发言人丹尼尔代仲孝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努力确保这些火炮拥有正确的维护保养 以支持乌军火力输出能力的长期发展 在受损的榴弹炮抵达波兰后 维修人员可以更换炮管并进行其他的维修 美国官员和其他人士说 乌克兰官员表示 他们希望这些维修点靠近前线 以便这些火炮能够更快的返回战斗 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军事分析家罗伯里说 这些武器存在维护问题 并不完全令人惊讶 乌军时间仓促 当时没有得到足够完整的训练 所以磨损问题慢慢就严重起来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努力满足前线 对火炮弹药的需求 俄罗斯已经转向一些其他国家寻求弹药 而乌克兰则要求其盟友提供更多的炮弹 美国已经为乌克兰运送了数十万发155毫米炮弹 以共其在二战以来欧洲大陆最大的火炮弹幕中发射 并承诺从自己的库存和私营企业中提供近100万发炮弹 乌克兰部队还从美国以外的国家获得了155毫米炮弹 据美国官方官员称 其中一些炮弹和发射药没有经过在母系榴弹炮中使用的测试 乌克兰士兵在战斗中发现 其中一些炮弹会更快的磨损炮管 与海马斯使用封装好的火箭弹 并不会磨损引导器不同 山管火炮每次发射 弹头都会磨损炮管 尤其是一些M777已经发射了几千发炮弹之后 尽管乌军已经足够小心 但超负荷的发射最终还是会把炮管磨坏 在平坦的乌克兰战场 炮兵对决发射的概率比在其他地形下更常见 乌克兰炮组经常从更远的距离开火 使俄罗斯反击更困难 因此就需要更多的发射药 而更多的发射药会产生更多的热量 并可能导致炮管更快磨损 目前乌克兰部队每天发射2000至4000枚炮弹 这个数字经常被俄罗斯人超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速度给使用M777榴弹炮的乌克兰士兵带来了问题 如炮管射程不够远或不够转确 类似的现象美军以前也遇到过 2017年一个海军陆战队炮兵连 带着四门M777火炮部署到叙利亚 在支持拉卡的作战行动的五个月里 发射了超过23000发155毫米弹药 几乎是和平时期训练中所发射的弹药量的55倍 结果该炮兵连的三门榴弹炮 由于在该部署过程中过度磨损而不得不移除 并被科威特的储存炮所取代 整件事中 乌军和盟友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时间紧急和超负荷使用 加剧了这些宝贵的火炮的磨损 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俄罗斯空天军无力也没有勇气袭击 乌军和波兰之间的公路运输 使得无论M777也好 PCH2000也好 都能在丝毫不受干扰的情况下 后送维修或者再次运回前线 国际支援依然源源不断 比如法国和美国 向乌克兰移交了180台大功率发电机 其中法国100台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80台 昨天咱们已经报道过了 乌克兰议会第一副主席表示 韩国将向乌克兰派遣20台高压发电机 和5台小型电动挖掘机 芬兰经济部长米卡林蒂拉 在接受芬兰新闻采访时表示 芬兰可能会在下周向乌克兰运送首批能源设备 在俄罗斯于11月23日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后 林蒂拉开始与能源领域的芬兰企业进行对话 以协调援助乌克兰人的努力 林蒂拉发推说 昨天我要求公司捐赠设备 今天公司积极回应了这一请求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与泽连斯基总统的电话交谈中宣布 欧盟将向乌克兰提供200台变压器和40台重型发电机 挪威政府11月25日宣布了新的援武方案 该方案包括55000件东一一门M109自行榴弹炮和军事设备维修备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告诉英国金龙时报 没有人应该浪费时间将收复克里米亚排除在结束俄罗斯人战争的解决方案之外 他说我们必须收复所有土地 如果你不能完全收回你的土地 战争就会被冻结 然后战争重启只是时间问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来访的比利时首相德克罗 26日签署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宣言 泽连斯基赞扬比利时带头大量冻结俄罗斯资产 德克罗强调 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人民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与乌克兰站在一起非常重要 说实在的 从两位握手的真挚表情来看 实在看不出欧洲是美国煽动和蛊惑下错误做出支持乌克兰的决定 欧洲各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是源于对和平向往和对独立的尊重 是欧洲人在这个时代集体做出的正确的决定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稍后再会 咱们稍后再会